既是铺盖的黄金键 怎么回事 一整天的新闻都播完了 也没看见你说的 什么记者暗访的内容啊 对不起董事长 据说那个暗访的记者 把陆香袋给弄丢了 我也没想到 会出这种状况 没想到 我是该觉得管老虎太走运了 还是你的能力太差了 你到我们公司有多久了 你有哪一件事情 给我办得妥当的呢 你先别急 给我一点时间 我已经计划好了 事情还有翻盘的机会 你别跟我说好听的 给我拿出实际行动来 各位领导啊 这回啊 还得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你进来看他这个就有新气象 那是 那是 看来花了大力气 那是 那是 真的 这回啊可真不敢再怠慢了 王总 前几天闹得挺练害的 那场婚姻诈骗活动 听说是在你那儿举行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公安局已经裁定了 没有我们酒店的责任 那就好 你是知道的 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 测评是必须立刻停止的 那是 那是 各位领导啊 你们慢慢地检查 多多帮忙 刘经理 一定要照顾好这几位领导 好 好好 来 你们请就们请 来 这边请 好 几位领导 随便市长 随便市长啊 关董事长啊 这次测评我们非常满意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下周我们就可以 正式挂牌五星营业了 谢谢 恭喜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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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多谢诸位的关照啊 这个以后还希望各位领导啊 能经常到我这儿来 迟早迟早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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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你们工作做得确实到位 刘经理业务扎实 人有谦和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是是是 来 我以财带酒 敬大家 敬大家啊 来 来 来 何总 早啊 早啊 关老板 不知道您的酒店 什么时候能挂牌五星级啊 我们可是等着急了 你问得正是时候 你看 这几位领导刚刚通知我 说下个礼拜 就可以正式地挂牌营业了 到时候 你可得到我这儿来吃饭啊 吃饭是小 倒是有一件不明白的事 想来请教管董事长 不敢 不敢 请教谈不上 有什么事愿闻其想 我今天早上在报纸 看到一个消息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想来听听您的意见 dúper 心理 没什么事 那么 你怎么没有意见 我还没什么意见 你怎么可以 想去 救养那谁 还没什么意见 这 自然 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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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家小不好 再胡说八道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 听说公安局对这个案件 已经启动了重审 估计很快就会来找你问话了 我还真是担心你 下周的挂牌 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啊 闻董事长 既然公安局已经介入了 那就以后再说吧 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这纯属是污蔑 纯属是污蔑啊 闻董事长 一旦遇到法律问题 测评立即提醒 行 各位领导 这都是在诽谤啊 都是在造谣 各位领导 听我解释 诬蔑我呀 别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 如果有困难 随时找我帮忙 何美姐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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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的 我不会让你毁掉我努力的成果 我说到做到 很有自信吗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本事 我再没有本事 也不会用伤害女朋友的方式 来成全自己 我真的不会有本事 感谢观看